南京的空間 路完全都坑坑洞洞的 滾平專案你電電在挖 不知道挖什麼 台北市要花40億搞平100條馬路 這樣中間要動路是很平啊 那其他的道路呢 突破傳統 先入網路 決戰五度fight 給你不一樣的格鬥爭論 好 要進入到我們的round one了 是的 我們已經可以開始投票了 所以各位網友 記得要趕快投票 支持你認為正確的那一方 其實已經開始有點票數進來 目前看起來藍綠 是差不多勢均力底的了 是的 但等一下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但是回到現場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選戰只剩六十天 到底藍綠雙方準備好了沒有 那就由我開始第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正發言人 目前藍綠打出來的說法是 五搶三就算贏 但是綠營打出來的說法是 五都全上 你知道我一直認為 所謂的激勵士氣 跟事實真的這樣認為 是有所差距的 綠營 發言人 你們這邊真的認為 自己五都都可以上嗎 五都全上 包括馬英九總統 他也講說 國民黨五都都要全上 這叫激勵的話 好 這不是半夜吹口哨 這是激勵他們的黨功 他們自責要努力 那你們咧 我想我的講法是這樣子 這個五都都要拚 沒有一都應該被放棄 對 我當過候選我知道 沒有哪一個候選應該被放棄 對每個城市來講 沒有一個城市應該被放棄 所以我們的目標 政治算數會說五都都要拚 那如果把你這邊有信心 我跟你賭一根香腸好不好 五都都要拚 對 如果是你有一都沒上 你就請我吃一根香腸 你剛剛沒有拚清楚 我可以吃很多根耶 五都都要拚不代表 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但是過程當中 每一都都應該盡全力 好 但是我想要吃香腸 你會承諾我 你覺得黨會很快 我等一下結束這五都就是 好 來賭 我可以賭 得票率 你進黨會過半 OK 過半好不好 如果沒過半 請我吃香腸 是算五都還是 不管席次多少 我們會拚到得票率過半以上 好 我們一定會把他外面記起來 這是一個數學問題 那你要賭的那個香腸呢 香腸還算數嗎 還算數 OK 好 沒問題 而且還可以加碼 賭大腸包小腸 好 接下來要來問這邊了 蘇主委 剛才講到這個數學問題 綠營這邊是希望能夠激勵士氣 講出了五都要全拿 萊茵這邊算法是算說 五都贏三就算是贏 這樣聽起來人家要全拿 我們只贏三個就算贏了 感想好像先示弱了耶 好邪氣耶 我跟各位這麼講好了 其實一直大家講說 五都好像三都 國民黨只希望贏這三都 其實這是有了背景的 就是金秘書長 剛回來接秘書長的時候 那大家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回來接秘書長 那他回來說 我來負責五都選舉 那大家講說 你負責五都選舉 那五都選舉的成敗 那你要負責嗎 意思是敗的話就下台 我願意負責 那當然媒體就追問說 那怎麼樣叫做敗 他講以數學來講 五都如果上三都的話 是過半 所以是過半 用過半句子 他是有他英文背景的 所以文燦兄剛講我認同啊 哪有個政黨會說 我只要這三都啊 我們當然是每一都都不能放棄 但是他有他歷史背景 我們是因為我們政黨 的一個黨務幹部 他為了表示說 我也為了這次選舉負責 因此如果沒有達到的話 可是用這個數字來看 感覺還蠻符合邏輯的 越南部這兩個 好像拿不到 對 但是呢 至少我們還願意 問題是現在北部是三個 至少我們還願意定定目標 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秘書長願意負責啊 我們的有黨可能還沒有 是只有秘書長負責嗎 當然啦 秘書長負責的話 全部人都要一起負責 主席不負責就對了 秘書長負責操牌 可是你們前一陣子講說 那個馬主席要開始親自 這個搶救雷恩大兵 所以意思是說 有沒有可能馬主席 用黨主席的這個位子 來下去負責 應該我要回答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 民進黨目前誰願意負責 除了賭香腸之外 還有誰願意負責 誰願意負責啊 我們就 如果民進黨願意回答 我們就可以比較 那哪一個政黨願意負責的 成績比較高 就有它的公道存在 其實我們民進黨 負責的傳統 其實我們黨主席 對於成敗都是負責 所以黨主席 所以甚至黨主席 親自 親身 所以這是負責的表現 今天節目披露 非常重要的資訊 就是民進黨如果沒有上三度的話 蔡英文要辭當主席 你不用幫忙定義喔 對 民進黨會變民進 到底是投票耶 若是誤解 照你的想法是 如果國民黨也用 主席對主席的話 就馬英九在輔選的時候講說 如果國民黨輸掉三度以上 馬英九是黨主席 如果這樣講的話 如果說今天以公報來講的話 我們平時來秘書長要負責了 那民進黨這個說法 以對等的來看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國民黨負責的那個成績 用秘書長負責是不對的啦 可是成績是叫幕僚長 沒有叫幕僚長負責的啦 成績0的批評成績 存在的太低 拜託我們是黨主席 對 黨主席自己參選耶 這種負責的感覺是對於選戰 對於選戰有多少的企圖性 真的 那但是讓我直接切入選戰的牛肉吧 我想發言人你也知道 現在綠營受困於南部的水災喔 特別是今天剛看到一個新聞 高雄那邊有原來是綠營的領長 帶頭控告成局 那請問這樣子的狀況 對你們來講 你們要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感覺綠營有點窩裡反的感覺 我不是很擔心所謂窩裡反的問題喔 不過一個首長對災民喔 是 我想陳菊他當然是要 用最大程度的這種心理 去面對 其實災民最大啦 那當然這裡面也許有這些情緒 那將來會恢復到一個正常的狀況 我想這事情回歸理性之後啊 我覺得對選情的影響會降到最低 不能說沒影響 不過我覺得陳菊市長在高雄執政的成績喔 不會被一場大水沖垮 但是今天有一則小小的新聞 說到綠營有些人要求要撤銷這個理想黨籍 這是真的嗎 如果是真的 那好像綠營以前非常注重基層民意的這個看法 好像有一點轉換了 是不是真的 我想那個民黨內是有言論自由啦 坦白講喔 所以這些言論自由在還沒有進入程序以前 我不會去做回應啦 有人主張要這樣 有人主張要這樣 發言言你認不認同 你要這樣表達的方式 不是 他這樣表達了 要看他有沒有危機行為 對不對 我現在我不是負責紀律的 不過我覺得重點不在這裡 就我來說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那麼陳菊市長所做的努力 多數的市民能不能認同 這個我們才關切 好在南台灣我們看到主要是這一次 凡納比颱風帶來的水災 怎麼樣陳菊市長來進行善後的處理 能夠讓市民覺得說 我真的有感覺到有被照顧到 對 那但是在北部這邊現在本來看起來是還蠻穩當的 好市長的連任之路 碰到了花博 現在真是蠻臉豆花 狀況都很散 尤其在台北市狀況非常特殊的 是從來都沒有一對一的選舉當中 國民黨居然出現了民調就輸的狀況 民調多數瞭解還不是都輸 我認為說郝龍斌在民調就各媒體所做的民調 不見得是輸了 可是已經有出這輸了 但是跟過去相較之下 國民黨的一個領先的幅度的確受到影響 我想這個是事實 所以說這是我們的警訊 我們的支持者也要有危機意識 至於說剛剛我呼應一下 剛剛文燦兄講了 我認為陳菊這個時候需不需要負責 或者需要承擔多少責任 不斷地給他批評 不如我們希望他好好把災後重建做得好 我是說真的 如果陳菊災後重建做得好 對他加分 對高雄加分 對中央也是加分 那對花博來說呢 同樣的道理 如果郝文斌花博做得好 我想民進黨應該也非常樂見 包括民進黨的市議員 這個問題是在於危機處理到現在 你們是講危機處理 其實我要講風災發生了之後 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 因此大家質疑說 過去的這些抽水戰 該有的一些區域排水等等 做得不夠好 發生的問題回來檢討 我要問的是花博發生了嗎 花博還沒辦耶 可是花博已經看到的資料 就因為 抱歉讓我講話 花博還沒有辦 就因為這些論述 包含剛剛那個VCR 裡面的預算書 裡面的說 這個菜39塊 這個菜外面賣39塊 你這邊兩百多塊 然後事後證明說 它是有保固六個月 不斷地要換新等等 這些資訊 都還沒有完整的被大家看到 花博還沒辦之前 就已經被講得這麼慘 所以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呢 我相信 是有值得批評的地方 不是說沒有 但是我也相信 不是所批評的 這麼百分之百的一無是處 有沒有可能 郝市府根本文宣也做不到位 市民沒有感受到嗎 那是我們的責任 那是我們市府的責任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如果文宣不夠到位 或者讓大家的光榮感 不像辦事運 整個高雄 忘記了他的失業率 忘記了他的競爭率 看到了他的光環 那他沒有做到這個程度 我們承認 可是如果說 事後證明花博 帶給台北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我認為他還是會有價格 可是在時間點上 等到看到花博成績出來選舉 也已經投完掉了 不會不會 再沒多久 現在在市營運了 在十一月初就開始了 但文宣兄看起來 一直有話要說 我幫忙糾正一下 糾正 這個花博 現在不是溝通問題 也不是文宣問題 花博給人民感覺是不夠認同 而且花這麼多錢 人民的錢動作拉扯 人民的眼睛不像拉扯到 他會判斷 你說買花買貴了 買菜買貴了 到底有沒有貪污 有沒有浪費 這個真相還沒有明白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民進黨只會炒硬材 不是這樣子的 民進黨只會炒空心菜 炒這個地瓜葉 地瓜葉會貪污 拉法葉就會貪污 人民是很懂的 押韻 對 我回應一下 花博的預算值不值得 讓市民來大家決定 認為應該辦花博 而且花博辦得好 可以給台北帶來光榮的 請支持郝龍斌 認為不該花這些預算的 不要支持 我覺得這可以接受公平的 就如同市運 文蔡兄 你剛剛講的 這又是你 你剛剛講的 我們不許 我剛剛讓你講完 好來來 你講完 我可以 可以再開講 可以再開講 不要 再講比較活力 市運帶給台灣的光榮 我認為不只是高雄 台灣的光榮 我們同樣都感受到 市運花了超過兩百億 今天說花博花這幾十億 或者加上他周邊的硬體 會不會給台北或台灣 帶來光榮 還值得看 如果到時候發現 國際給我們的評價很高 台北市對周遭的整個 審美的觀念 或者是對整個區域的美感 大家感覺到不一樣 台灣的光榮讓全世界都看到 我相信那個時候是 國民黨跟民進黨 一起共同來相送 所以主委這邊覺得 時間都還來得及嗎 我認為一定要積極的來辦 而且我們有信心 能夠辦得好 在民調已經落後的狀況之下 我相信如果辦得好 後來民調落後不會是問題 它會慢慢起來 市民會還給好樂兵團隊 一個公道 其實民黨的立場還蠻清楚的 不反對花博 花博辦得好是台灣的光榮 但是我們反對貪污 反對浪費 反對掩蓋真相 其實如果花博變成是 人民覺得說 這樣辦他無法認同 甚至有恥辱的話 你就像叫所有的小朋友 跳花博舞 小朋友也不會跳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是一個 感受不到那個認同感的事情 沒有辦法 您去搭的上市 這個你看網路上怎麼講 拉回到花博來 網路上怎麼講 他說沒錢就看花 有錢他們就亂花 又是一個有壓力 又來了 現場出現一個政治詩人 還有還有 我覺得文采兄 這些繞口令 在地方講 也許會有一些效果 可是本質我們還是要看 本質上如果大家覺得說 台北市辦花博 大家是支持的話 那應該好好讓他去辦 如果有貪污 我相信沒有人會說 高雜的不是民進黨 是好龍兵的團隊 對 難道說被批評 如果批評他他搞砸了 他好好做就不會搞砸 沒有問題 如果說好龍兵他貪污 他團隊貪污 因此而被起訴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國民黨 讓我講完拜託了 那我們 我們要概括承受了 可是如果說他還沒有貪污的時候 你想說花博是等於貪污 這個東西是等於他辦得不好 我覺得還沒辦 就給他蓋一個大帽子說 他會辦不好 我覺得對於台灣來講 我覺得多數的選民會發現 民進黨真的在乎是花博辦得好 還是花博辦得不好 我覺得他還看在眼裡 陳菊的團隊 包含市運 有他的團隊被起訴的 這些東西我們都還不敢講說 陳菊就等於貪污 支持市運就等於支持貪污 我們都還不敢講 你也不能夠這樣講好龍兵團隊 這樣子不通道 我們有說他等於貪污嗎 你剛剛就講說 我們反對貪污 我們反對貪污不代表說 我們反對貪污 可是我們反對貪污的時候 我們對陳菊還沒出來 而民進黨反對貪污是說 陳菊還沒出來 因為陳菊也不願意這樣講 謝謝 本回合宣告結束了 非常激烈 沒想到最後這個才開始真正的 其實兩位都是坐著的耶 是的 但是火花似射起來 應該要試著看一看 站起來會不會中氣更為十足一點 我們在經過剛才的網路上的龍爭虎鬥之後 發現網路上的投票雙方已經有了一段差距 到底這個回合是誰獲勝 讓我再次直接宣布 我數字問題出來了 目前藍軍獲得了1047票 綠營獲得了1316票 在此宣布本回合綠軍獲勝 其實這個數字差距還不是太大 是的 等一下Round 2大家都還有機會 所以趕快 你還可以繼續投票喔 對 趕快投票 同時呢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現場兩位來賓的 在網路上您都可以發問 沒有問題 我們再等一下回來 也會幫大家詢問 繼續來看決戰五度5 好 等一下 馬上回來進入我們的Round 2 這樣可以投票一下喔